是肯拼、肯拼、有火的 尤其是最後三十分鐘 是靠淡氣 整班有火拼了出來 十二馬階段 對他們這班 年輕的球員來說 在作客的球場 他頂著的壓力是不容易 他們自己本身 例如王子剛剛病完有傷 謝朗軒踢的時間比較少 是因為他的大腿 幾有少少大的傷患 感謝他們一班 有傷有病 落到平駁和抵住的壓力 入到十二馬 所以對他們來說 除了開心 這次散了一杯之外 對他們的成長過程都很重要 我想所有人都見到 這次是好團隊 所有球員 教練 所有都是在一起的 有些可能小踢香港隊 一來到很快會融入到 一些有經驗的球員可以帶著他們 一些少一些經驗的 會很主動去扶上責任 去幫忙去做等等 我希望香港隊 如果是一隊傳話班的香港隊 這件事一定要先行 團體性一定要先行 可能我們個別球員 不夠其他亞洲的球員 但我要肯定一件事 我們香港的精神 是一個團體的精神 我們有拼搏的精神 十一個球員落場 十一個進去進攻 防守一起做 贏球輸球都是十一個人